这是所有已婚人士必看的一部《家庭经》总片 也是一部值得所有未婚人士提前观摩的伦理电影 为什么感情不错的夫妻 也会面临一方背叛婚姻的局面 而对婚姻的不忠 又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哪些无可挽回的后果呢 本片给出了一个最真切的答案 本期节目让我们再次抛开迷雾重重的探案故事 跟田成一起来看这部《影史名作》《不忠》 主人公鸡哥和鸡嫂是一对人到中年的中产夫妇 两人养育了一个八岁的儿子 一家三口过着人人羡慕的富足生活 然而这个表面上和和美美的家庭背后 也隐约潜藏着危机 这个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夫妻关系的不融洽 更不是物质和经济上的困境 而是因为一成不变的生活给人带来的疲倦感 丈夫鸡哥自己经营着一家公司 平时工作非常繁忙 经常要出差洽谈业务 妻子鸡嫂基本是一名专职家庭主妇 每天的工作内容就是购物 做家务 烧菜做饭和教育儿子 空闲的时候 也会在周边做一些公益事物 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 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岁月静好 但对于身在其中的鸡嫂来说 却像是一潭死水 总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闷和压抑 而一名陌生男子的出现 竟在这潭死水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天 鸡嫂外出购物回家时 天突然刮起了狂风 由于打不到出租车 鸡嫂只得抱着买来的物品 朝着回家的方向 艰难步行前进 结果在狂风中 她跟一名怀抱一堆书籍的男子 撞了个满怀 两人同时摔倒在地 物品和书籍撒了一地 等到鸡嫂爬起来时 发现自己还磕破了膝盖 男子赶忙上前表达歉意 并邀请鸡嫂到自己的住处 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再回家 原来两人相撞的地点 就在男子租住的公寓楼下 鸡嫂原本不想打扰这名陌生男子 无奈狂风未歇 一时间也打不到出租车 而自己离家又远 因而在纠结片刻之后 她还是跟着男子来到了对方的住处 男子名叫阿俊 是一位28、9岁的单身帅小伙 比鸡嫂小了整整10岁 阿俊的职业是一名书商 她的住处也堆满了书籍 鸡嫂从阿俊谈吐中 也能感觉到对方是一个有文化之人 所以她对阿俊的印象不坏 独自在阿俊住处的卫生间处理好伤口后 鸡嫂本想马上离开 但她走出卫生间时 阿俊已经为她泡了一杯热茶 盛情难却之下 鸡嫂也只得决定喝完茶再走 在此期间 由于担心独自在家的8岁儿子等得着急 鸡嫂还借用阿俊家的坐机 给家里挂了一个电话 就在鸡嫂跟儿子通话时 阿俊贴心地包了几颗冰块 亲手帮鸡嫂敷在膝盖的伤口上 两人因此有了第一次肌肤上的接触 这让鸡嫂感到十分紧张和局促 好在阿俊口才不错 很快用言语消除了这种尴尬 两人随后聊了一会儿天 阿俊还向鸡嫂推荐了一本探讨人生的书籍 鸡嫂翻了翻非常喜欢 阿俊于是随口将这本书送给了鸡嫂 不过话里话外 鸡嫂总感觉阿俊是在勾引自己 她对两人之间的这种暧昧的对话 谈不上喜欢 更谈不上不喜欢 只是有一种心头撞鹿般的仓皇和不安 或许正因为如此 在喝完茶后 鸡嫂就匆匆告诉离开了阿俊的住所 回到家后的当天晚上 鸡嫂本想跟丈夫鸡哥缠绵一下 结果两人的好事被八岁的儿子给搅黄了 夫妇俩只能扫兴地先安抚孩子 缠绵之事就此作罢 第二天早上 鸡嫂在翻看阿俊送的那本书籍时 书页里掉下了一张卡片 鸡嫂捡起来一看 正是阿俊的私人名片 上面还留有电话号码 自从见到这张名片 鸡嫂一整天都有些魂不守舍 她很想打电话给阿俊 想再见见这个陌生又迷人的小伙子 但又有些作贼心虚 觉得自己根本不该打这个电话 在纠结了一整天之后 鸡嫂还是拨通了阿俊的号码 阿俊在接到电话后 显得有些意外 缓过身来后 她热情地邀请鸡嫂到家中喝杯咖啡 或许是因为每天的生活太过枯燥 鸡嫂鬼使神差地接受了阿俊的邀请 然后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再次来到阿俊的住所 这一次 阿俊除了用言语聊拨鸡嫂外 还开始动手动脚 鸡嫂下意识地拒绝 跟对方有任何肌肤接触 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阿俊 摸手搂腰之类的暧昧动作 从阿俊的住所出来后 鸡嫂内心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感 为了缓解这种感觉 她特意去商场买了一件羊毛衫 然后静止来到丈夫鸡哥的公司 将羊毛衫送给鸡哥作为礼物 鸡哥觉察到了妻子的异常 不过由于夫妻俩的关系一直很好 她并没有对妻子产生任何怀疑 此后的几天里 鸡嫂始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鸡哥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鸡嫂内心深处 正在进行一场理智与情欲的天人交战 她深知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该再跟阿俊见面 只要再往前走一步 就会掉进道德的雷区 稍有不慎 她和鸡哥的婚姻将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然而 也只有鸡嫂自己最清楚 此时此刻 她的内心是多么渴望再见到阿俊 仿佛只有亲近这个陌生的男子 才能让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 得到巨大的充实 终于 鸡嫂还是没能劝服自己 她又一次带着复杂的心情 来到阿俊的住处 这一次 鸡嫂的身体和心理防线彻底被阿俊突破 两人度过了激情放纵的一天 在回家的地铁上 鸡嫂的心情如过山车一般 起伏不定 忧喜交加 一方面 她回味着跟阿俊相处的时光 内心一阵阵的欣喜 她的身体 精神状态 都像被这个男人重新激活 另一方面 她对自己背叛婚姻感到无比羞愧 丈夫和儿子温柔的面旁 一次次在脑海中闪过 她不知道 接下来该如何面对这个家庭 然而 人一旦踩过了红线 心理上就会有意无意地选择逃避 假装红线并不存在 内心的闸门一招被打开 想要在河上比登天还难 直到危险逼近 也会浑然不知 接下来的日子里 鸡嫂和阿俊的感情越来越亲密 也越玩越疯 两人除了在阿俊家里肆无忌惮的互动之外 还公然在公开场合调情 有一次 鸡嫂在前往阿俊家的路上 刚好撞见了自己的两个闺蜜 为了避免引人怀疑 鸡嫂只好打电话跟阿俊暂时取消优惠 然后跟着两个闺蜜来到一家咖啡馆闲聊 阿俊在得知咖啡馆的位置之后 也迫不及待地来到咖啡馆前台 并对着鸡嫂暗暗挤眉弄眼 鸡嫂也接到了阿俊的调情信号 随后 她以肚子不舒服为由 跟着阿俊一前以后来到咖啡馆的厕所 两人在厕所完成了一次短暂而刺激的互动 阿俊的这种喜欢玩点花样的浪漫 让鸡嫂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 可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有限 她在阿俊身上消耗的热情越多 给予丈夫鸡哥和家庭的关怀就会越少 甚至有一次 鸡嫂因为跟阿俊私混 居然忘记了鸡儿子放学的时间 她的一系列反常举动 终于让丈夫鸡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恰得此时 鸡嫂和阿俊在公共场合 轻轻握握的一幕 被鸡哥的一名同事看在眼里 同事很快将此事告诉了鸡哥 鸡哥顿时如雷轰顶 她怎么也没想到 平时知书达理 贤良输得的妻子 竟然会对自己不忠 在鸡哥看来 哪怕全世界的已婚女人都背叛婚姻 她的妻子也会是个例外 但现实却彻底颠覆了她的三观 好在多年商场拼搏的经验 让鸡哥养成了老恋沉稳的性格 鸡嫂偷人的真相 鸡哥不动声色地 委托了一名私家侦探调查妻子 私家侦探没费什么功夫 就拍到了鸡嫂和阿俊的亲密照片 面对这铁一般的事实 鸡哥陷入了沉思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此事 与此同时 鸡嫂和阿俊的关系也发生了波折 这天鸡嫂冒着大雨 前往阿俊住处求欢时 在路上无意中发现 阿俊跟另一名女子举止亲密 鸡嫂急忙跟了上去 并在一家图书馆里真切地看到 阿俊正和这名女子搂搂抱抱 渡火中烧的鸡嫂 直接冲上去跟阿俊撕扯起来 两人随后撇下那名女子 回到了阿俊的住处 阿俊一再向鸡嫂解释称 这名女子只是自己打网球认识的球友 鸡嫂哪里肯性 嘴里不停地咒骂阿俊是个骗子 阿俊倒也简单 她再一次用强健的体魄征服了鸡嫂 完事后 鸡嫂怀着复杂的心情 离开了阿俊的住处 谁知他前脚刚走 鸡哥后脚就寻着 私家侦探提供的地址 找到这里 他想要见见 这个让自己妻子神魂颠倒的男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进屋后 看着衣衫不整的阿俊 以及床上凌乱不堪的床单 鸡哥心如刀割 眼前一阵眩晕 不过多年的商场经验 让他学会了克制和隐忍 他先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然后平静地询问 阿俊和鸡嫂 从相识到苟且的整个过程 阿俊也只能如实回答 两人的聊天中 鸡哥无意中在床头柜上 发现了一只精美的水晶球摆剑 这是他送给妻子的生日礼物 没想到 妻子却将其送给了情人 鸡哥顿时感到一阵窒息 他突然抱起水晶球 狠狠地砸向了阿俊的脑袋 阿俊对鸡哥的突然攻击毫无防备 头部结结实实地挨了两记重击 鲜血随即沿着他的面旁 断线半滴落 紧接着 阿俊就重重地摔倒在地 弃绝身亡 看来 这祸不仅脑袋不够硬 命也不够硬 杀完人后 鸡哥愣在了当场 等冷静下来 他擦干净了县城的所有指纹和脚印 收起了水晶球摆剑 然后准备将尸体拖出去扔掉 恰在此时 阿俊家的电话响起 原来是鸡嫂给阿俊打来了电话留言 鸡嫂在留言中明确表示 要跟阿俊结束这段不道德的关系 或许这段留言提前十分钟打来 就不会闹出人命 但现在为时已晚 鸡哥来不及多想 他先是删除了这条留言 接着用地毯将阿俊的尸体包裹起来 并趁着雨天 将尸体拖进了自己的车后备箱 随后 鸡哥驱车来到少年宫 他的八岁儿子今天在这里有演出 他和鸡嫂此前就相约一起来看儿子的表演 在少年宫的洗手间里 鸡哥扔掉了溅了血的衬衫 又擦干净了身上沾染的血迹 最后才来到观众席 坐到妻子鸡嫂的旁边 此时已经放下心结 决定回归家庭的鸡嫂 见到丈夫的到来显得由衷的高兴 看着台上儿子的生动表演 夫妇俩紧握双手 直至搂在一起 对于鸡嫂来说 一切都结束了 但对于鸡哥来说 车的后备箱里 还有一具尸体要处理 等到演出结束之后 一家三口驱车回到家中 此时已是深夜 鸡哥先是冲了个热水澡 接着将妻儿哄睡着 最后独自趁着夜色 开车将尸体带到一处 大型垃圾厂抛弃 接下来的几天 这个家庭的生活 仿佛又回到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 该来的终究会来 这天 两名警察突然造访鸡哥家 原来是阿俊的家人 报了失踪案 鸡嫂对阿俊的失踪颇感惊讶 但已没有心思 再关注对方的动向 此前种种 就像是一场了无痕迹的春梦 从警察口中 鸡嫂还意外得知 阿俊根本不是单身青年 而是一位有家有事的有妇之夫 报警的人正是阿俊的妻子 当然 已经心如止水的鸡嫂 对于这个消息也是安然若肃 不过 警方在阿俊住处的书桌上 找到了一张写有鸡嫂姓名 和电话号码的小纸条 并查询到鸡嫂和阿俊经常通电话 因而才上门问问情况 鸡嫂表示 自己跟阿俊并不熟识 只是偶尔从对方手里买书 所以 两人会互相打打电话 通报一些书籍信息 警察对于鸡嫂的话将信将疑 但由于没有直接证据 也只能暂时告辞离开 就在鸡嫂自觉生活终于回归正常的时候 警察再次登门造访 原来 阿俊的尸体已经被人发现 死因是遭人谋杀 不仅如此 警方还查到 鸡嫂在阿俊租住的公寓附近 有过好几次停车记录 对于阿俊的死 鸡嫂的内心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显然不是在为阿俊之死感到悲伤 而是他觉得 这起命案发生得非常蹊跷 不过 此时的鸡嫂 鸡嫂早就不想跟阿俊扯上任何关系 因此 他随便找了个借口 打发走了前来问询的警察 但事情至此远没有结束 这天 鸡嫂在给丈夫洗衣服时 在一件外套口袋里 发现了一只信封 里面装着一打照片 赫然就是私家侦探拍摄的 他和阿俊的亲密照 直到此时 鸡嫂才明白过来 原来 自己跟阿俊的私情 早就被丈夫发现 既然如此 那么阿俊的死 跟自己的丈夫会颇有关系呢 鸡嫂既不敢四处打听情况 更不敢追问丈夫鸡哥 夫妇俩就这样 自欺欺人地过了几天 家庭的氛围 由此变得极为怪异 直到有一天 鸡嫂在无意中发现 自己以前送给阿俊的水晶球百件 竟然又回到了自家的窗台上 鸡嫂猛然意识到 丈夫鸡哥和情夫阿俊 曾经接触过 换句话说 杀死阿俊的凶手 很可能就是鸡哥 当天晚上 鸡嫂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煎熬 当面询问丈夫 是否跟阿俊之死有关 鸡哥没有否认 只是提醒鸡嫂 仔细看看那只水晶球百件 第二天一大早 鸡嫂拿起水晶球 打开了底座 里面藏着一张 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 照片的背面还写了一句话 我的美丽妻子 是我每天最美好的部分 这一刻 鸡嫂终于翻人醒悟 自己的不忠行为 给丈夫和家庭 带来了怎样不可挽回的伤害 当初跟阿俊在一起的激情片刻 如今 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沉重枷锁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遇见你的那一瞬间 我一定会掉头就走 如果下辈子再遇见 我一定会选择不认识你 经过一番思虑 鸡嫂决定和丈夫一起面对困难 但他也不知道 又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困局 放弃事业和熟悉的居住环境 顿居国外 就能心安理得的过一辈子吗 或是让丈夫前去自首 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样又会面临怎样的生活巨变呢 鸡嫂不知道 鸡哥自己也不知道 在深夜回家的路上 夫妇俩驱车停在了一处红绿灯前 一世间不知所终 不终是伦理惊悚片电影中的名作 它没有对婚案之情 做太多道德上的谴责 只是冷静地展现了一名中年女性 出于身体的本能和原罪 而背叛婚姻的心路历程 以及这种背叛造成了可怕后果 影片开放式的结尾 更给观众留下了深思的空间 如果设身处地地站在两位主人公的角度 观众可能也会陷入深深的迷茫中 无论接下来如何选择 恐怕最后都会迎来生活上天翻地覆的巨变 或许有时候我们说的岁月静好 并不是指环境的静意和安定 而是指我们内心的安宁和平静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犯罪和惊悚了影视剧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